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雅图里有句话说过 人生而孤独 这就是世界 想想确实如此 人是伴随着孤独来到这个世界的 然后有孤独的离去 这其中的过程就如一场孤独的旅行 一路上或许你会觉得心累 或许你会觉得辛苦 或许你会觉得孤单无助 但这都是生活的常态 很多时候 人生这条路上只有靠我们自己 靠自己坚强 靠自己勇敢 所以无论如何 都要学会好好照顾自己 因为只有照顾好自己 才有能力 护自己和身边的人一生周全 照顾好自己 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 小时候我们最不爱听的 或许就是父母常说的那句 你还小 不懂事 等你长大了 成熟了 就会明白我们做的一切 于是 我们总渴望着快点长大 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人 扛起属于自己的责任 有能力可以照顾自己在乎的人 可是 成熟的过程总是漫长的 不是说年岁大了 人就真的成熟了 你想一个人 连照顾自己的能力都没有 时常让别人为你担心受怕 忙前忙后 又有什么资格谈成熟呢 要知道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要走的路 没人能够照顾你一辈子 所以 一个人最大的责任 就是学会照顾好自己 不让身边的家人和朋友 再为你的生活而担忧 其实 真正成熟的人都懂得照顾好自己 累了 就给自己的身体放松一下 好好歇一歇 病了 就不要死死硬扛着 吃好药 好好睡一觉 难过了 就不要委屈着自己 让自己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 生活不可怕 可怕的是自己先倒下 让自己成熟起来 用良好的习惯生活 积极乐观的心态处事 懂得照顾自己 使会善待自己 这 才是对自己 未来人生最好的负责 也是对自己 对关心和在乎的人 最好的回报 照顾好自己 才能与幸福相遇 我们总说 一生很短 要对自己好一点 可事实上 我们很难真正地去做到 有时候 我们为了工作拼命熬夜 消耗着身体的健康 有时候 我们为了错的人 错的事 消耗着我们的精力 有时候 我们为了一时之气 憋坏了自己的心情 消耗着我们的情绪 结果 默然回首 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兑现承诺 真正对自己好 曾在网络上看到过一段话 一生太短 路却很长 总以为有很多时间 可以慢慢消耗 殊不知 不懂善待自己的人生 留给自己的 只会是遗憾 的确 人这一生无法重来 我们最不该辜负的 就是我们自己 懂得照顾好自己 才能够照顾好身边的人 才能够照顾好自己的生活 因此 才不会留遗憾 真正过好自己的人生 作家毕书敏说过 好好爱自己 让一切变得不同 照顾好自己 才能成为闪闪发光的自己 以轻盈的姿态 从容面对生活 当你身上聚集了一定的光芒 快乐和美好 就会朝你迎面而来 人生才能与幸福相遇 生活不易 一生最重要的是 照顾好自己 善待自己 把一年四季过好 把一日三餐吃好 做一个成熟 而又坚强的人 这样 才会与幸福相遇 才能拥有 从容 而美好的人生 好了 今天分享的这篇文字 你还喜欢吗 欢迎你点击一下文末 再看那样一个按钮 让更多人听到 和看到吧 明晚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江川 祝你晚安 好吗 我能拥有些动作吗 不